这个女子叫王暖暖,当时她受伤的样子,五年前曾经发生一个惨案 被她的这个丈夫谋杀,在泰国推下悬崖 过了五年,现在终于又再次怀孕,上了这个新闻头条 我们从百度百科看吧,也比较简单嘛,给回忆一下 这个王暖暖的是化名 2019年的6月,王暖暖和余某东在泰国旅行期间被丈夫推下悬崖 全身的多处骨折 一审呢,被判无期徒刑,这个余某 二审呢,改判十年徒刑 三审呢,又被判有期徒刑,三十三年零四个月 在这期间呢,这个王暖暖的这个事件呢 多次啊,上了这个热搜榜 先是被判无期徒刑,你看这里还 还有这个,先是被判无期徒刑 2020年的时候,2021年呢 又认为他不构成蓄意谋杀罪 属于啊,故意杀人为水罪 这两者还有区别 改判有期徒刑十年 王暖暖是不服上述 2024年4月20日 中国孕妇泰国醉崖岸案 当事人王暖暖重返事发地 乌文府怕 乌文府怕登 国家公园 激动的拥抱当地的工作人员 并献上礼物 感谢五年前的救命之恩 2024年6月1日 孕妇醉崖岸案 当事人王暖暖赛出起伏视频 宣称自己再次怀孕 经过五年的时间 他终于再次成为母亲 他在直播中表示 这个孩子是通过诗馆获得的 完了,百度百科就是这些个资料 哎呀,关于这个他的事 有很多离奇的东西啊 我呢,也就不搞那些个离奇的东西了 我想说的是,怎么认识善恶这个问题 以保护自己啊 他现在这个女孩子 这个女性好像是在直播带户 以保护自己啊,远离求生吧 至少我们就说求生吧 求生这个问题啊 一方面呢,对人善恶的判断呢 涉嫌啊,践踏别人尊严 所以说这个 使我们这方面的想法呢 就受局限 一方面呢,如果一个人 不具备善恶判断的问题啊 对这个人有预判的问题 你看就是这样 啊 被人推下悬崖 肚子里的孩子被人产就杀掉了 啊 那就产生这样的事 啊 你说 说啊 所以说这两个问题要叠加在一起 相互孝正 一定得对善恶有预判 啊 就是得认识到 潜在的仨人凶手是谁 尤其是身边人 啊 当时就他的场面 去泰国 这个事儿很多啊 杀人了 这个事儿 这里面呢 有一些个看法 比如说这里有一些个说法啊 我不是说农民 出二 呃 农民工吗 嗯 啊 那农民工吗 所以说我是具有一定的思想的吗 那比如说这个孕妇 说了 就王短短说了 我也没有想到再次拥有奇迹 我只记得孩子走的那天 我的心有空了一大块 我也能理解那些失散的孩子 失散孩子的父母 用尽一生四处寻找 而我也竭尽所能早点带回来 宝宝来 早点带回 带宝宝回来 时隔五年 1882个日夜 亲爱的宝贝 谢谢你再次回到我身边 啊 这等于说 他的意思就是那个上个宝宝要回来了 像这些个解释 我觉得得要慎重啊 你为什么要慎重 就是人的生命啊 人去解释都要 一切都要慎重 是吧 啊 那上个宝宝的离去呢 是跟他亲生父亲谋杀有关啊 他的父亲要杀死他 啊 那像这些个问题怎么跟将来的这个出生的这个肚子里的宝宝解释 作为我这个思想家来说 我觉得我是充满了困惑的 我我我我想我不好回答的啊 你怎么解释啊 让他怎么面对这种 血亲的关系啊 啊 这种啊 暴力啊 啊 自己生命的由来啊 这些个问题都极其恐怖啊 极其困惑我 我可能最多就解释到 就是我热爱善良 热爱真善美啊 热爱那个善良的造物主啊 热爱佛陀 热爱上帝 就你的生命跟他有链接 我不能完全的解释 是吧 我甚至我也反对这个 就解释为就是你这个生命和你那个被 被父亲杀死的哥哥的这个相互的关联 我觉得我不敢冒言去解释这个问题 啊 就好像我说 那个胡塞武装这个勇敢啊 无畏这个东西都要要警惕 警惕人的无畏 什么好像都能解释一样 啊 言之确凿 啊 他只涉及到我们的利益的时候 应该是这样 可是往往我们就比较弱化 呃 非常敏感和慎重的问题呢 反而我们就非常的无畏的去解释 毫为敬畏之心 敬畏之意啊 要警惕吧 真的好多的东西要警惕 这个妈妈现在应该是个强者了 我觉得我也敢说了 好像在直播带货 生活的也不错 啊 那我觉得受过这么大的人生磨难 啊 真的要反思和警惕 接下来